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1931年12月 鲁迅创作的《宋真庭舍军归国》 诗中以福山称为日本 这首诗既表达了鲁迅对学生真庭舍的美好祝愿 也流露出他对自己当年留学日本岁月的深至怀念 此时 据他留日归国已二十多年 据918事病发生才两个多月 作为鲁迅一生中唯一道国的异国 七年多的日本经历 寄给他留下美好印象 一步伐水处有意的灰色暗影 在鲁迅笔下 日本之美好 主要不是体现在山水风光和衣食住行 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比自由真实真的人更近 鲁迅敏锐地意识到日本社会本化相对而已是更趋自由的 日本固然也禁止 商学书籍杂志 但在被商学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 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商学 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 必须拎起来 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知识作者在说着意识不明的风话 在他看来 与中国同一时期的出版制度相比 日本的出版毕竟是自由的 虽然这种出版的自由是微微的 与对自由的抗取相关领 鲁迅对日本在对外开放 创造性的模拟 并最终求的自信自利一命 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层 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 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 一命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 寻寻尚有的书运进来 乡类的话语 鲁迅还有 他们的介绍之数而且多实在可害 日本的翻译界是很丰富的 他们适宜的人才多 读者也不少 所以著名的作品几乎都找得到一本 我想属德国外 跟少界别国作品的恐怕又算日本了 对于日本富裕创造性的模仿 鲁迅很欣赏 他们的情堂史似乎稍不同 别者的颇有些和我们意趣 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 日本版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 在对日本社会文化中自由开放 上模仿而不法创造 自立自新颇为敏感的同时 鲁迅还看到了日本血术文化领域 更接近真实的一面 换言之 鲁迅意识到了日本血术文化 离真理更近一步 他多次谈到日本血术著作的明确紧接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 在用日益本世界史教程和先出的中国社会史 应验几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内说得明确 在《奔流宾舅后记》中 鲁迅数次提起日本著作的紧接明了 第一篇通论托尔斯泰的医生和著作的 是我所见的一切中最紧接明了的文章 这回译了一篇野口米次兰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 也很警明二要 又在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复集》中谈到 对《普利汉诺夫艺术论》的方译史说 这一篇是从日本藏原为人手艺的阶级社会的艺术里重译出来的 虽然产不到一万字 内容却充实而明白 真的学术 领袭着真实的目标与动力 鲁迅曾谈过自己决意学医的原因 我却知道了新的医学 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 而时代社会的维新 本身并不足以是目的本身 最终人才是目的 人的美好、幸福、自由、个性的丰富多样 构成社会时代的终极目的 而人的改变与社会的维新是相互作用的 互为推动也是互为亲自的 我们知道在相关思路上 人的问题、精神之心的问题 是鲁迅意识中的关键 也是鲁迅独特的融化共性 与上师误、思路相关 鲁迅的生活及其稳质至今 多有对日本师友们美好精神 揚述的记取 好学、勤明、认真、诚实 这其中 由于藤也新生最为我们熟知 鲁迅对藤也新生的解读 绝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他对我很好 而是有时我常常想 他的对我的热心的希望 顾卷的教会 小耳银支是为中国 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 大耳银支是为学术 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引力是伟大的 虽然他的姓氏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前面的课程里已谈到过 刘日时期的鲁迅 已经生成了一种历人的核心思想 到了1926年 当鲁迅作文如此称颂藤也新生的时候 可以说 藤也新生在他心目中 已成为一个理想的 站立着的人的美好形象 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换银支 是希望新的医学可以造福更多的人 希望人世更加美好吧 存在理想 才会存在发自内心的 对于各种现状的批判 作为战士的鲁迅 绝不会错过对于日本文化中 批判精神的凝视和萃取 他积散除穿白春 对日本现实文化的深刻剖析 并感同身受的称快 但从这本书 尤其是最紧幼的秦三拼看来 却确疑信了战士生而出事 与本国的慰问 忠道 妥协 虚假 小气 自大 保守 等事态 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 而无手假借的批评 就是从我们外国人的眼睛看 也往往觉得有快刀断乱马刺的爽力 至于见不住称快 紧接着就仿视中国 可见在日本还有几个阶级的统治和许多越看的人们 而容纳这样的批评的哑量 这和港育这样的 自己献查 攻击 阴侧的逼皮 在中国 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 如果说 既藤爷新生的伟大 是鲁迅在日本国民 容霸中萃取的人之理想 那么 激赏辛辣批判日本信实 容霸的橱窗白春 这是鲁迅对如何出称理想之人 光明之社会的 战士路径的认同 从中建出的文化抉择 是有据鲁迅独特的分古气韵的 批判精神 引出的话题是 鲁迅有没有对日本文化国民的仿施 批判这个问题 我们下次课上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 再见 谢谢